伊拉克北部局势紧张 库尔德区中国人 够AK自卫 请点赞订阅 谢谢 美军发动轮番空袭 已至45名 ISIS组织成员死亡 濒临城下 民众抢购枪支自卫 记者连线库区 中国人抱着AK 着急回家 本报记者中会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9日表示 美军在伊拉克北部的空袭 成功摧毁了极端武装分子的 武器和装备 但军事行动 不会在几周内解决问题 8日 美国国防部证实 当天向伊拉克极端武装组织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ISIS 在伊拉克北部的目标 发动了两轮空袭 空袭造成 45名ISIS组织成员死亡 60人受伤 美军曾不愿卷入 ISIS和什叶派武装之间的冲突 这是造成 ISIS武装 从北部长区 直入的重要外因 随着极端势力 向美国利益集中的 库尔德人次制区首府进发 美军只得开始警告性空袭 昨日 前将晚报记者联系上 身处库区杜胡克省的中国人 廖国东时 他正手握着向当地朋友借来的AK-47 战局吃紧 大家都劝我走 听说11日 开始埃尔比勒的所有航班停飞 我得抓紧在这两天内 离开库区前往土耳其 ISIS 美国有本事派兵过来美军 在美国东部时间8日早上6时 发动了第一波空袭 仅仅三个多小时后 再次发起第二波空袭 美国防部发表声明说 第二波空袭的目标在 伊北部城市埃尔比勒 空袭分为两部分 分别在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时和11时20分发起 第一次任务由远程战机执行 成功摧毁一极端组织武装的一处火炮发射点 随后 四架F-A-18型战斗机投掷了八枚激光制导炸弹 成功摧毁一极端组织的一个七辆车的车队和一处火炮发射点 分析人士指出 在没有地面部队配合的情况下 定点空袭对遏制极端组织的扩张作用有限 要想扭转伊拉克局势 还需依国内安全力量的支持 以及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协调配合 前美国国务院中东情报处官员怀特对新华社记者表示 由于奥巴马已经排除派遣地面部队这一选项 美军需要伊拉克安全部队的配合才能达到遏制极端组织的目标 否则投放再多的炸弹也很难获得显著的军事效果 一天之内 美军对ISIS进行了两轮空袭 此举显然引起了ISIS的愤怒 ISIS通过网络媒体威胁要袭击美国占领白宫 声称要将安拉旗币挂在白宫 并且使出激将法 对美国喊话 美国你别当懦夫只派无人激样 有本事派士兵过来让我们羞辱 此外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授权空袭以保护 在依美国人安全之前 ISIS就已经扬言威胁要征服美国 库区同胞 航班将要停飞 着急想办法回国伊拉克局势吃紧 库区战士告急 身在库区的中国同胞是否安好 昨晚 记者联系上在库区杜胡克省开酒吧的中国人 廖国东时 他正一手握着AK47 一手在着急联系离开库区的方式 据廖国东介绍 ISIS上周末开始在伊拉克北部发动猛烈攻势 夺取十多个城镇和伊拉克最大的水坝 迫使在自治区外作战的库尔德武装撤退 直逼有150万人口的库区首辅埃尔比勒 目前 反政府军离埃尔比勒开车二十分钟 而我所在的杜胡克距离埃尔比勒近三个小时的车程 廖国东说 两个月来 150名库尔德武装人员在与伊利武装的交战中死亡 大约五百人受伤 杜胡克是库区最后一道防线 前几天ISIS和他所在的杜胡克省的库尔德军队交过手 库尔德军队败阵了 现在ISIS就驻扎在杜胡克三十公里的地方 那里双方对峙的地方有两座桥 库尔德军队如果守不住 就会把两座大桥炸毁 ISIS暂时无法攻打过来 廖国东说 虽然有美军援助 当地人情绪还是总体焦虑紧张 对美军的空袭行动也看法不一 有人认为虽然美军的空袭行动来得有些晚 但晚来的行动总比步行动要强 也有人说 即使有一里武装分子被美国人的飞机炸死 还会不断有新人加入他们 路透社称 埃尔比勒的居民已经放下工作来买枪 仅7日一天当地武器商人阿兰就卖了45支枪 突击步枪的售价几乎翻了一番 从700美元涨到1300美元 而廖国东身上的AK-47正是当地朋友借给他自卫用的 刚刚听在伊拉克中石油工作的朋友说 伊拉克已经成了禁飞区 11号开始 埃尔比勒的所有航班停飞 朋友们都劝我抓紧离开 不然到时候想离开也没有飞机了 目前 廖国东打算先驾车一小时进入土耳其边界 再通过土耳其回国 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